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挑战一下使用穿越机的动力 装在固定上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那么我们装的是个飞机属于P5B 而且这个P5B是自自已改装 就DIY的 那么我们先说一下什么叫P5B P5B就是有动力的滑翔机 但是它这个动力我们有限制 电池只允许用2S的 我们电机用的是穿越机的动力 也就是T-MOTO的F60 Pro 那么我们电条用的是T-MOTO的AM53A 也就是53A它的电条 电池用的是格式的 像其余的就是动机 就是用的营业的了 那么我们这个飞机的改装 我们用的是什么呢 用的是我们小孩子玩的手抛飞机 大家都应该玩过吧 我们在经过了一系列的加强 包括了碳片碳丝一系列的加强 我们最后完成了 由穿越机动力而驱动的固定液 那么我们接下来一会一起去看一下 它能不能飞好 能飞多猛 能飞多快 能飞多高 能飘多长时间 好 我们接下来就给飞机上电 这个就是AM53A的电条 我们先给它上电 上好电 之后我们把它盖子盖好 你看我们检查一下 复翼 升降 这个是没有装方向的 注意一下没有装方向 而且我把油门改车了一个紧附翼 大家看到了没有 我拉油门的时候紧附翼 那么有小毛泳 小朋友就问了 那么它的油门在什么地方呢 大家看一下 我遥控器上有个通道 油门锁定打开 一挡 二挡 看到没有 一挡 二挡 飞机穿上去了 就是靠着一下斗力穿上去 然后关掉 然后我们就开始滑行 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飞一下 往前面跑就可以了 好 准备 三 二 一 走 好 动力关闭 接着飞机我们进入了滑翔状态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飞机在空中 什么叫好飞机 就是我刷开手 它就可以飞的那种 我们这个P5B比的就是我们利用热气流 在空中盘旋 谁盘的时间越长 就是得分越高 我们今天呢 由于时间有限 就不给大家排那么长时间 而且P5B还有个降落的时候呢 我们要定点 哎呦呦 差点失速 这个滑翔机就这样 拉失速了嘛 就特别的危险 哦 好 降落 各位朋友们 咱们刚刚呢 看一下飞了一下 第一次飞行呢 那我们再来一次 这次呢 大家看一下 观察一下 我们这个电机和电条搭配的 这个启动速度和它的一个动力表现是怎么样的 毕竟呢 它是一个穿越翼的电机和一个固定翼的一个电条 它们俩就是配合一下 哎 我们看看提摩托它们这个产品的表现 来吧 准备好了吗 走 第二次 首先它的爬升速度呢 哎 非常的快 好 大家多力 现在飞机呢 处于这个滑翔墙状态了 哎 是不是不动了 看我没 没动遥控 是不是 哎 慢慢的看 这打开景音之后 大家会观察到这个飞机呢 会慢慢的上去 哎 哎 哎呦 哎呦 要输出了 把他靠几根前 要定点 完美 好 那么我们这一期的这个穿越机电机配合固定翼电条 改装固定翼的稿站呢 我们可以算是圆满的成功了 因为它这个飞机的一个表现上和动力上 已经不亚于专门这个给固定翼设计的电机和动力了 所以说我们穿越机和固定翼呢 在某些方面呢 还是可以雇用的 好 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